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四种模式对象 就是索引 索引呢,在Work中的关键字叫做index 创建索引呢,就是createindex 好,创建索引的语法是什么呢? createindex,index的名字 比方说idx1on表明EMP表的EMPLumber列 我们创建索引呢,一定是针对于某张表的某个列 或者是某几个列的组合来创建索引 当然我这里举的例子只是在EMP表的EMPLumber列上创建索引 执行完毕之后就会在左侧的index index意思之上出现了一个叫做idx1的一个索引 刚才出错是因为我已经执行完一遍 我又去执行一遍 它会报已经存在一个叫idx1的 OK,创建索引语法非常简单 是针对于某张表的某个列或某几个列的组合创建 那么索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创建索引实际上是创建了一张索引表 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是在EMP1的EMPLumber列上创建了一个索引 idx1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索引表 这个索引表跟着什么东西来的呢? 跟的就是EMPLumber列的直来 这个索引表上创建的信息会是什么呢? 比方说EMPLumber是4的这条记录 我放在什么位置? 是5的这条记录放在什么位置? 是6的又放在哪里? 非常像是字典前面的这样一个索引 我们查字典的时候 比方说我要查A打头的 会去看在多少多少页 然后赶紧翻到那页 再去找后面的名字 后面的这些信息 Work数据库中的这个索引表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相当于它是把EMPLumber这一列的值 和它们对应方的地址 存储在索引表的信息里面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要查 whereEMPLumber 比方说根据EMPLumber 查EMPLumber值等于4的这个记录 它就会先去索引表中 查询为4的这个记录的地址到底在哪里 然后再直接定位到这个地址 而不是像如果没有见索引 它可能会是全表搜索 挨个找到了再说 好 见索引呢 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可以提高效率 当然见索引它也有别的不好的地方 它虽然可以提高效率 但是因为它要额外见索引表 所以它也会多占用数据库的空间 索引的这种理解和使用 对于我们提高这个Seql的效率 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它见这个索引的语法很简单 但是使用的范围却非常广泛 尤其是对于大型数据库而言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知识点 比方就是删除索引 Drop Index ID X1 删除索引 是Drop Index OK到这里为止呢 关于索引的这种语法 我们就介绍完毕了 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见吧